首先排序,所謂的CHIPER排序 這裡有幾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我們第一個要建立這個score的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它裡面總共有1,2,3,4,5個乘七 5個乘七我們用大光武把它刮起來 也就是這個score,總共有5個尺 這個5個尺,我們就跑回圈 這跑回圈的部分,第一個就是我今天I I的部分,我今天假如說這個是總數,它的長度5 也就是說讓這個回圈去跑 那執行的方式,因為我今天是要倒過來 這個地方 那減1是因為我有5個,那陣列 這個地方陣列我只能到4而已 那I++,往下找 那往下的話呢 排序的方式實際上就是比對 比對的方式就是為什麼會有I跟J 主要就是說我今天比的方式 加1 也就是說我跟 我自己本身跟我後面一個去比較 如果這個詞 比較小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詞丟給一樣是一個TEMP 丟給一個TEMP 這個TEMP之後的話呢 這個詞丟給它之後 再來的話呢就把後面一個有沒有 I加1的這個詞 再丟給 有沒有 本來那個詞 再來的話把這個詞有沒有 TEMP裡面的詞呢 再丟還給什麼呢 丟給那個 我後面的這個 就是做排序嘛 排列之後的話呢 等於是 將這兩個 做對調 做對調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加1 這裡有 我I的部分 這裡其實可以改寫一下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 如果我多一個I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 改成1 然後數字的話呢 當然這個地方 就可以 不要減1 把這個地方改成I 如果不要加1的話 用這個方式 這樣也是可以 兩個會員來跑 也就是I的話呢 是從 1開始 那這個是從0開始 也是後續一個 後續一個 那兩個之間做對調 但這地方也是OK的 也就是說 前一個跟後一個做對調 對調之後的話呢 結果 再把它秀出來 就是我們要的一個結果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呢 先還給你們一下 就是 資料做對調 你可以先 建立一個回 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建立的方式就是 給他五個 這個五筆的 成績 丟給你前面 然後再做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 外回圈就是下一個成績 內回圈呢 就是前一個成績 兩個做比對 比對之後的話 就用TEMP 資料多交換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我們剛剛那個 AB兩個顛倒 其實類似 只是說多一個陣列 和多回圈 多回圈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這個 如果我這個地方 90 60 50 70 80 假如我今天 1 這要改一下 如果我今天從1開始 從0開始 那我比較的值就是 長度 減1 把它拿掉 然後他到 總長度 1到總長度 加加 然後再比對 應該是這個地方改一下 然後他這個跟 兩個比對 丟給他 我試試看 應該這樣就ok了 9 最後一個值不對 減1 這個也是減1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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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 6 這樣也可以 就是 總共也是比 他總長度 次數 1到5 然後他是 0 0到4 也是5次 那兩個比較 就是最後把結果丟過去 就對了 這個是一種寫法 另外一種寫法是 我用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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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種方式 我想都可以 試試看 如果說你今天用 減1的話 就不需要多一個 4回圈 外回圈 就只要內回圈就好了 好 逼次比完就可以了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可以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